大家好,我是Nahoko,那一方子。我是日本人。 今年我在中国过春节,第一次看春节联欢晚会。 看完才知道春晚联欢晚会比日本12月31号的红白骨会好多了。 所以今天我想说说为什么春晚比日本红白骨会好。 节目种类多。日本的红白是红白骨会战。 所以大部分的内容是唱歌,但是春晚有很多节目。 有唱歌、跳舞、小屏、戏剧、魔术、相同武术。 内容很丰富,一直看也不觉得无聊。 我觉得要看欧英会的感觉。 我在看红白骨会,一直听歌,有时候觉得无聊。 然后会换别的节目。 但是在看春晚的时候,里面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节目。 所以感觉很精彩。 越多越好。 按照中国人,越多越好的看法,我觉得唱着春晚的人很多。 而且在春晚上,今来有那么多机器人也有唱着表演。 我真是没有想到。 日本的机器人演化很神经,看过很多次。 但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多机器人表演,还是第一次。 中国人重复看春晚。 中国春晚多次重播。 但是日本即使一次几播。 春晚虽然仿佛重播,但是大家白看不厌。 我觉得还是春晚节目太精彩的原因。 看过春晚后,我了解了一些中国的文化。 如果日本的红白骨会, 越南向中国的春晚这样精彩就好了。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,请给我点赞,给我评论。 我还有我说日文和就英文的影片。 所以如果有兴趣看一下。 谢谢,拜拜。